猫呢 它就是23级的骗骗熊 小傲拜 小傲拜一展出就震惊了无数猫粉 哪有熊猫又再会如此扁 小傲拜就是一张地毯熊 人家是一只熊 小傲拜是一片熊 一转眼这小家伙都长这么大了 一片熊坦的小傲拜已经长成小圆滚滚了 再也不扁了 被昭美妈妈养得白白胖胖的 一脸炸毛 可爱膨胀到3D立体了 刚睡醒的小傲拜坐在木架上 就像是被屁给崩过一样 都说站着后面闲脸小 小傲拜坐着后面 脸却比前面的小伙伴还要大一圈 小傲拜 很可爱 性格也很倔强 在木架上 奶爸想要把他给收回去 小傲拜全身都在用力地说 我不走 连奶爸都给整红温了 要不说小傲拜聪明吗 知道把手举起来奶爸就抱不走自己 小傲拜 不走 不走 我就是不走 为了阻止奶爸把自己给抱走 一字马都出来了 奶爸费尽老半天 带着身上的小挂件也才走出去几步 小傲拜这样和耍赖皮不走的小孩有什么区别 招美妈妈的奶 差不多都是小傲拜喝的 所以小傲拜的体积要比小金豆大很多 当小金豆没奶喝时 饲养员给了盆盆奶 豆豆喝得津津有味的时候 小傲拜慢慢走来了 小傲拜才靠近 奶爸连忙用手阻碍 看到小傲拜走得越来越近 奶爸还用手把小金豆的盆盆给遮住了 随后奶爸和小傲拜拉锯战开始了 小傲拜想要小金豆的盆盆奶 奶爸不停地安抚小傲拜 小傲拜 奶爸 我也要喝 奶爸 不 你不要 当奶爸再次来给小金豆加餐的时候 小傲拜刷的一下就冲上去了 奶爸眼急手快地拦住小傲拜 把盆盆奶放到一旁 一边阻止小傲拜 还给小金豆背上搭块毛巾 小傲拜望眼欲穿地看着近在眼前的盆盆满 一边和奶爸周旋 一边有被缠得不行 看到奶爸要抱自己走 马上用脚把奶爸的脚勾住 可小伙伴金豆不愿回家时 奶爸哄了半天 也没用 只能抱着回家 小傲拜这幅木架的动作跟奶爸一样 而小金豆就厉害了 奶爸抱着他 他和奶妈一起抬梯子 就这样两人一熊抬着梯子就回家了 有谁还认得这只熊猫呢 他就是